梁碧 今天師公就先教你 詠春最基本的拳套 小念頭 詠春拳是奇分四龍 分別是小念頭 尋橋 標子 和木人莊 而小念頭就是詠春 第一套基本的拳套 包含詠春所有主要的手法 包括有 攤手 搶手 拆仰 疾手 綁手 伏手 和一致充拳 小念頭用的馬步叫做二致鉗用馬 鉗用馬 鉗用馬 講求馬開半步 手要鉗爭 腳要鉗塞 所謂欲求詠春真妙法 須從念頭下真功 要尿好詠春的 就一定要先熟習小念頭 這套拳 所以叫做小念頭 就是要練者深存著一個 基本防守的概念 切記心浮氣重 梁碧 你要練好小念頭 就一定要好好領回個宗的意思 知道 用點… 打他 梁碧, 我今天要把榮春拳中 幾個重要的權利教給你 請師公指教 榮春拳雖然千變萬化 但萬變得不離其中 所有的攻守 都不外乎由幾個權利中變化出來 來漏虛鬆, 甩手直衝 拳打中線, 先燒後打 連燒帶打, 以打為燒 記住, 力發在先, 力在備 力發在後, 力在拳 不要在你出拳之前 把拳頭拿得緊緊 這樣只會把你的力量 分散在你的手臂上 相反, 如果你的拳頭 在接觸對方之前的那一剎 才掌握拳頭 你的力量就可以集中在拳頭上 不用嗎?師公 不是這樣, 你怎麼明白 現在明白了嗎 明白 明就開始練 不錯, 我們現在開始練串經法令 還記得嗎?我教過你的 記得, 力從地起 腳、膝、腰、背、肩、三、碗 還有, 就是拳有三尖, 掌有三角 不過, 習志春拳是廣告角度和集中點 拳有三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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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入勝 讓你配合你 力從地起 讓你配合你 畢竟 能否回應 現在馬上 林碧 我知道你這次很心急想贏 不過我想你在練功的時候 暫時放下你對高明的仇恨 仇恨之心雖然可以離人強大 但是也好像三火一樣 一下子就延伸了一個人所有的力量 榮春拳講求剛而不練 猶而不揚 你現在的態度 就是我和榮春拳的精神 悲道而止 你想學到真真正正的榮春拳 就要先把你心裡的仇恨放下 過來 你已經練好了榮春拳入門的功夫 小念頭和日治衝拳 接下來 師公就要教你榮春拳的中介功夫 癡手 癡手是榮春拳入門一種最重要的搏擊技巧 包含了招式的運用和反應的培養 當達成為自然的反應的慣性動作 才叫做大功告成 幹甚麼 不用怕 不是打你 來 來, 再來 藏著長指 你怎麼不打我 不要 concern 看看il 要用你的感覺 來 拿著我 電影 好 好 分手 很久不見了 可以? 來, 再來 整個詠春拳的拳套訓練 到最後都是鍛鍊一個人的本能 和反射神經 楊碧, 你去領導一下這種感覺 綁著眼睛 我, 梁碧 曾經誤會爹 化世終身不合榮春拳 曾經不知天高地口 說要創出一套 屬於我自己的權術 超越我爹 最後 因為我的任性 令到我爹白白犧牲了他的性命 我後悔 沒有難過 為了替爹保守 我一定會學好溫春拳 用爹 最引以為榮的權術 爭發脾氣 我一定會贏 我一定會打敗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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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已經把小領頭和插翹 都練得滾瓜難熟了 現在我就要教你高級套路 好, 彪子 彪子的攻擊手法是以指掌爭為主 也包括詠春拳法裡面的勾拳 當熟習之後配合來運用 就會產生更大的威力 但是師公說幾時 彪子幾時用小念頭和尋橋 小念頭和尋橋 都是假設對手和自己的實力相約 俗語說有得打的時候用 而彪子就是當對手和自己的實力懸殊 敵中我寡的時候 目求一擊即中 在最短的時候重擊對手 以窮脫身 剪除鑽 我沒有避免 學不好 一天 0 現在 立天 梁碧,你沒練過無人妝嗎 別說練 當時點好妝,都被爹帶去飛起 難怪你爹說 你還未有基礎,怎麼埋葬 現在底師公教你 無人妝法一共有一百零百色 這一百零百色的真正意義 就是用來修正手法 和補救錯誤的身位 和招式最好的方法 企圖的角色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